那第一个那个日期格式部分的话 其实日期比较特殊 上礼拜有提过 它其实就是一个整数 那时间的话呢 就是它是小数点部分 那我们主要有讲到有关那个 怎么样去做那个年月日的切割 那当然你可以把它当成文字来看 那你可以用TES 再配合LAP 去做切割 可是切割回来因为文字嘛 所以呢 它这个取得的资料 那就是文字 所以如果你要计算的话 可能还是要再转换成那个数字 可能外面要加一个value 那另外如果你把它当日期 那日期函数里面的话呢 那当然有year month day 或者是时间的话有hour millisecond 那你可以分别取得那个资料里面的 那个部分资料 那其他的话还有就是计算那个 精确日期 可以用dative 那dative的话呢 它最大的效果就是它可以算那个相差几年 相差几个月 还有精确的部分的话 相差几年 就是之外的话还可以把剩下的月取出来 有没有 比如说你取完年之后剩下几个月 那你可以用那个一个叫YM 有没有后面用YM 那如果年跟月都取出来 剩下还有几天的话 你可以用MD 那你用这样的方式可以计算什么 计算精确的这个日期 包含生日 然后再用e day e day的话就是相差几个月嘛 那另外的话曼时做逻辑判断 就是if曼时A1 如果不等于A1把它加一天之后的话 那这个地方的话表示它不同月份 OK 那其他还有用那个VBA做格式化了 等等的 那另外最后我要讲到用年利一键完成 有没有 先很像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 在纵向是12蓝有没有 然后最后的话呢 再把它格式化 总共至少会有三个步骤 那其实你可以分开写 写完之后的话呢 再分别用call的方法 call那个sub的名称 call有没有 它就一个一个的帮你把最后的结果 帮你把它显示出来 OK 不过难度相对也比较高了 然后我要把那个相关的程式一样 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你们假设有一些地方 写不出来没关系 回去再把那个上个礼拜的程式部分 稍微看一下 或者是说 有些部分其实可以拿来当范本 将来这些其实都蛮好用的 反正呢 至少修改一下吧 我想可能你要从头自己写 目前还是有点难度 但是至少来一样化符如 稍微修改一下 我想应该也不成什么样的问题 那这边的话上个礼拜 一键完成 在这边 那用call的 call第一天日期 call其他日期 然后呢call德式化 那就可以完成一个sub 也就是sub里面呢 还可以有很多的直sub 那这样的话呢 可以让你怎么样 比如说你可以把一些复杂的工作 先拆解 拆解之后再结合在一起 那我想这样写起来 其实就可以写很复杂 等于是一键完成整个整天的工作 甚至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吧 只是说你必须要把你的所有的动作 来通通拆解 那另外的话 重复做就跑个回圈吧 所以你其实理论上 那个滑鼠键盘能做的动作 其实说真的 VVA全部都可以帮你代劳 OK 所以这部分呢 请各位回去再试着做做看 那另外的话呢 这边底下刚好 今天好像是一个小时前 同学问到说 那个下载那个范例档 图片无法开启 无法开启 范例档 因为我那看不太懂 因为我们范例档 里面好像没有图片 所以没办法开启 这个我看不太懂 如果这同学 可能下课再来问好了 另外的话 表张VVA有一定的顺序吗 当然要有一定的顺序 你不能跳的 反正最好的 就是跟我做的动作 最好都一致 尽量不要有太多的 多余的动作 否则的话 很容易出错 因为像这种东西 其实尽量还是标准化流程 因为程式是这样 只要有一个地方错 你会让不出来了 除非说你要真的懂得怎么去修改 不然的话你不能乱改 乱改一定是会有问题的 那当然你没有把握的话 尽量还是 也许多在看一些相关的书期 VVA其实 或者说按F1去查看一下它的相关说明等等的 不然的话一定会发生错误 当然那个错怎么去修改 可能还是要看实际上的状况 再来做修改的这个步 其实都改得出来 只是说我怕说你们有一些地方还是功力不太够 那当然没有 你尽量追 就是说你可以改 当你遇到错误的话 你再把实际上的状况问我 不然这样其实我都真的 我没办法 很多很抽象的东西 我只能很抽象的回答你 如果你有具体的东西 我就可以告诉说你错在哪里 OK所以尽量去实做 那可能比较会容易出问题的 大概就是什么 什么顺序 可能你放那个testbox 可能没有按照1234 那它变成说 它将来输入的时候 它不会1234跳 它一定就是 先放的那个格子 就会先跳进去就对了 也就是如果说你那个顺序不对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修改一个叫 那个什么 有个属性 好像叫Tab Index 里面有个属性叫Tab Index 然后你可以修改它 比如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应该是哪一个 不然的话你按Enter 那应该跳下一个格子 如果它跳到下下一个 或者跳好几个 那可能就是 你的顺序是不对的 那当然就可能会有问题 大概是这样 另外 如果你们还有问题 除了可以在这边问的话 因为这边有个缺点 就是你发了一个信 便全部的人都会收到了 便大家都会收到 那大家其实也都可以回复了 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 不然的话你就在YouTube下方 假设针对哪个影片的哪个画面有问题 那你直接问 我会比较具体一点 甚至你最好跟我讲说 老师你的几分几秒的地方 我不太懂 可不可以再相加解释一下 我就比较知道 你要问什么 不然有些东西 说真的没有画面 真的是不好理解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稍微注意 如果要问问题的话 也许可以直接在YouTube上面 YouTube上面其实 下方我觉得也蛮好互动的 只是说你可能要登录一下 你有Google账号 那上个礼拜的影片都在这里 OK 应该相对的也是还蛮完整的 而且我们这一期课程 今天第六次了 剩两次就要结束了 那前面几次了 我是建议你有时间的话 也许就把它复习看一下吧 像有些东西其实都会有前因后果 都有相关联系 所以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 像这些东西的话 最难学习的 其实就是说 你一定要花时间 而且愿意花时间实做 因为像这种东西 真的不太容易记熟 那你必须要藉由像经常性的实做 你才有办法把这东西熟练 那你有办法熟练之后 才有办法说 你在工作上面 能够很快的把它用出来 不然最怕的问题是 你想要用 但是好像学过 但是你一直想不出来 一直想不起来 那就是最麻烦的地方 因为你不熟练吧 OK 所以如果你要熟练的话 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稍微试做一下 那今天的话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数学相关函数 那数学相关函数的话 以前会用到像上函数 那上函数我想应该是最基本的 这个加总上没有问题啦 所以这个我就不太特别讲 那可能会比较重要 你们可能不是那么熟悉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三米符 那三米符的话呢 大概应用面 其实你会发现三米符 实际上可以理解就是 它是上跟一符的二合 唯一的一个函数 那也就是上就是一个加种 那一符的话就是一个逻辑 也就是当什么条件发生的时候 我才去做加种 所以以这一题来看 因为发现它总共有几个 大概比较常见的 第一个就是哪一个名称 比如说销售部或开发部 或者是说呢 它的数字是大于或等于或小于 有没有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会有大概这两类 所以呢我们要使用的方法 比如说第一个 我希望找那个销售部的金额 那比如说 这边总共有两个栏位 一个是部门 是判断的标准 奖金是要加种的这个范围 OK主要是两个范围 其他都不重要了 主要这两个栏位 这两个范围 那如果说我要怎么样 假设如果是销售部 帮我把它加种 如果是开发部 帮我加种的话 那首先第一个 我们可以用那个什么 数学三角里面的sum s开头 所以往下拉 你会发现sum函数的下一个sumif 那底下当然有个叫sumifs sumifs跟sumif最大的差别是 如果你的条件不止一个的话 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可能除了部门之外 可能还有地区吧 或者说还有其他条件 那你就可以再用sumifs 如果当一个条件的话 那用sumifs就可以按确定 好 那会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要判断 所以特别说前两个是一组的 也是这个range是哪个范围 criteria是条件 哪个范围的哪个条件 然后呢sumrange是另外的 就是再帮他 这个有点像 如果是他的话 那帮我加种 OK又有点类似像这样 所以你只要看懂上面的相关讯息 大概慢慢你就知道说 只要看到什么样的参数名称 然后给他对的 那他就给你对的结果 那另外的话 你可以看到后面 其实他也有一些叙述 其实一般range特别主要 你只要看到range或者array 这些关键字的话 那一定要给一个范围 OK 你不能给单一个 如果给单一个 他就不接受 也就一个参照的一个位置 那任意的话 就是你给文字给数字都可以 OK 这是criteria 那somerange也是要一个范围 所以我们第一步 range的话就给部门 把部门选起来 criteria的话 就是我要找销售部的 然后somerange就是奖金 那他会怎么做呢 你会发现 如果我把这个选起来的话 那他会把这个范围丢到这边来 那你可以看到 在esale里面呢 他就把它当成阵列 那什么叫阵列呢 各位可以看到吗 大瓜糊 有没有 一个两个 前大瓜糊 然后一个资料 有没有 两个豆点 两个资料 而且里面都是放文字 最后其实就有个大瓜糊 后面他没有显示出来 那这个就叫阵列 特别注意 在esale里面 只要是范围 就叫阵列 其实就叫array 如果你看到这个array的话 那你就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 那也就是说呢 他不只放一个资料 他是放多个资料 所以如果是多个资料的话呢 那你就要执行多次 所以他其实后面背后 是帮你把这个范围 从头到尾比对过 比什么呢 比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same有点像 里面是有跑一个回圈 只是这个回圈 他没有告诉你 他没有让你知道 他在跑回圈 实际上我们就理解上 其实有点像VBA里面的 for回圈 forI等于第三列到第七列 大概这样的意思 OK 大瓜糊 也说其实esale里面 是可以执行 类似回圈的 只是蛮麻烦的 我不太牵液 然后如果是销售部 就帮我把对应的这个 把它加起来 所以这个是 加起来 1800 1500 这个不是 然后销售部这个也是 这个不是 所以就把这几个加完之后的话 得到的结果 帮我返还到这边来 OK 总共4500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就大功告成了 其他的话 还有开发部的话 其实可以把公式复制一下 然后取消 把这个里面的条件 修改一下 这个把销售部改成开发部 这个把销售部改成开发部 OK 那这样的话就大功告成 那再来的话 底下还有什么呢 如果今天要统计的并不是一个名称 而是一个数字的话 特别说如果数字的话呢 当然你就要有个概念 一定要比大比小 或相等 所以如果你要在这个里面呢 放一个大鱼的话 那特别是有方法差不多 插入那个刚刚用过的 最近使用过的三米斧 然后范围的话就这个 条件特别是有 条件你不能打一个五万 因为打一个五万的话 他只会找五万的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要让他有 一个比较的关系 你记得按大鱼 而且前后一定要双鱼号 特别是有 Criteria这边呢 你不能说你大鱼五万 然后没有外面 那个双鱼号的话 那会出错的 OK 所以特别是有 理论上 Criteria通常会是一个 文字 OK 也就少 那个前后转也会出错 那Sumrange的话 就这个范围 如果这个范围里面 是大于五万的 OK 因为他会自己 把这个文字拆开来 前面是运算的 后面呢 是一个数字 大于五万的 然后在里面找到 找完之后的话 那就帮我把底下这些 全部加什么 26个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Sumrange的 大概基本的 了解 包含就是 判断它是文字 判断它是数字 那不过呢 除了这些之外 当然还有稍微 复杂一些些的 待会请各位 开启这个007好了 除了这个数学函数 还有一个数学 这个007这一个 叫做产现人员的工资之和 那你想说 这个蛮像刚刚的 这个是 我要比对的范围 那这个是我要加总的工资 可是问题来了 产现 OK 产现两个字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什么 产现 一二三四 可能 反正呢 只要开头是产现的话 那我就要 那如果不是的话 我就不要 那这地方该怎么做 OK 这个地方很重要 你不能说 老师 我是不是先把产现一加一次 然后呢 再产现二再加一次 产现三再加一次 那你要抓加几次 那工资会很长 所以 如果你遇到这种 后面这个字 如果不确定的话 那你该如何做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开启那个 第四个单元的数学函数 那先看一下那个sumif 一般的话 我们用的 像sum应该大家都没问题 加总 可是sumif 可能一般 同学对这个函数 有些同学就相对陌生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他一定会有三个参数 那sumif 其实跟那个 樞纽分析表 用的概念 其实蛮像 樞纽分析表里面基本上 如果是数字 其实如果是数字 他基本上就帮你做sumif 所以樞纽分析表背后 基本上也是在用sumif 但差别是说 如果是 不是数字的话 他是用sumif 所以后面我们还会再跟各位讲到有关sumif的部分 那 那 我们下车的 我们下车的